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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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同样是用于老百姓见到官员的时候也得跪地磕头 而这些种种繁琐的规矩就是当年清朝官场上流行的礼仪 他们甚至以维护这样的利益而沾沾自喜 不过即便总督跟内务府总管是相同级别的官员 但总督跟内务府总管见面的时候 总督对内务府总管会更加客气一些 道理很简单 总督虽然在外面掌握着地方大权 但他们平时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而内务府总管基本都可以长期接触皇帝 负责皇帝起居 虽然他们不允许参与朝政 但给皇帝透点风声 传播点总督的不利消息 那总督可真的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凡之如果他们给皇帝透露点总督的好人好事 或者把皇帝最近的情况 透露一点给总督 那两者之间的效果肯定相差很多 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让他们对内务府总管客气些 甚至搞贿赂 都是有可能的 这可以说是清朝官场上 不可连说的潜规则了 而正是这种潜规则 把清朝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最后只能灭亡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电视频